同是三圣,同断四柱,直出三箭,同正偏真,同行三百由寻,同入化成,何故分而? 这是疑问 再就是把藏教跟通教合并起来,加以分别 因为按照前面所讲的道理,我们可以了解,藏教跟通教啊,这两个教道,同样是具有三圣法 前面讲藏教也有三圣根性,声闻元觉菩萨 现在讲的通教也是有三圣根性,声闻元觉,声闻比自佛菩萨也是有三圣根性 所以说同是三圣,藏通二教,同是说明有三圣的根性 同断四柱,四柱就是见四货 四柱地烦恼,就把这个见四货呀 见或或为一种,四货分为三种 就叫做四柱烦恼,见一切柱地 那么这是见货,八十八十 那么四货里面分开,欲色无色三界分开 欲爱注地,色爱注地,无色爱注地 这是四货 四货的烦恼八十一平把它分成三界的三段 就是三个阶位,有三柱 因此把这个见四货分开来讲 就是四柱,同断四柱 四柱是见四货的别名了 现在简单说就同样是断见四货 藏教它的断烦恼的能力也是到断见四货 通教也是直断见四货,所以叫做同断四柱 藏东二教断或相同 这个前面也讲过的 直出三界 他们只是超出三界而已 因为见四货就是三界内的烦恼 把三界内的烦恼断除了,只能超出三界 都是相同的 藏教超出三界 通教一样也直施超出三界 这是超出三界又是相同 那么正礼呢 同正偏真 藏教守正之礼也是偏于真的一边的偏真之礼 真地礼啊,空礼 直施正到空礼,偏于真空的一边之礼 所以叫做偏真 所以叫做偏真 藏教物偏真之礼 通教一样也是正道偏真之礼 所以叫做同正偏真 那么彼此藏通二教正礼相同 正礼相同 都是偏真 同行三百游巡 这个法法经的化成一平的比方 前面也说过的 保所只就近佛国 就是原教的就近佛国 那么五百游巡 这个路程啊 图成有五百游巡 那么到了三百游巡呢 有一个化成 让他修正 同行三百游巡 只是到了超出三界 到三百游巡的方便入化成而已啊 还没到保所 藏教走三百游巡 通教一样也是走三百游巡 同入化成 三百游巡里面有化成 他们同样是进入化成修习 当上教也是到化成 因为三百游巡 那个地方是有化成啊 修习的地方 通教也是到化成而已 那么这也是相同 那么上面所说的 这许多相同的地方 相同二教都相同 那为什么要分两个啊 最后一句是问 疑问啊 何故分二 既然前面这些道理 一句都是相同了 为什么要分两个呢 何必唯一个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分两个 这就是疑问 下面是答师 大幅解释 先总许 然后才多 第二是才多 先总许啊 就是一句话 但 诚如所问 承认他所问的道理是对的 事实如此啊 诚如所问啊 对了 如你所举出来的这些道理 没有错 是这样子 诚如所问 是这样没错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既然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又要分呢 分必定有道理 要分藏同二教 它必定有道理的 所以 先总许啊 然后才多 许就是给你啊 你说的对 我承认 你说对了 可是 你只是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你所知道的是然 没有错 有这个道理 但是另外还有所以然呢 你还不知道的 那么这里就要说明 他要分的原因了 要分成藏同二教的原因 所以要才多 才是才丁啊 这个才啊 好像做衣服 把这个布料裁定 什么地方要剪掉的 什么地方要接上去的 叫才 多 就是显示 他说的道理呀 虽然对呀 只对一半 还有一半 他没说到 就是多他 还没有说到的地方 显示他说的 并不究竟 只是知其然而已 不知其所以然 现在多他 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要加以分析 那么因此才多呀 有两段 第一 虽同而异 第二 别是异异 先显示 虽然看起来同 但是有不同的地方 显示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要分二的原因了 有那个不同的道理 就是要分二 这个分二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接下去就说 然 同而不同 上面你说的都是同意 都是同 这个同当中啊 有不同的道理存在 为什么呢 所正虽同啊 大 小 小 桌 永逸 虽然正理相同 可是大圣 小圣 巧妙 善巧 以桌列 桌就是桌列 很差劲 大小不同 小桌不同 有这两种不同 永逸 就是永久不同 藏教跟通教啊 大小 巧桌 永久 都不能够一样 都是有不同的道理存在 不过这里有一点 大家需要明白的 藏同 二教都是属于三界内的教道 所以说 十字二教 是界内教 界 三界 就是三界内六道凡夫的众生 所修学的佛法的教 教法 还没有超出三界外 同样是界内教 虽然同样是界内教啊 因为他有利盾不同 盾根 只是得到那个同意 在藏教里 那么利根呢 他就跟前面的这个藏教 不同的地方 一定能够显示出来 那么因为他有利盾两种根性 所以必定要分成藏同二教 因为这个大小巧桌不一样 所以需要啊 分别他的这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上面这里 这一段文就是 虽同而异 只说出他 虽然是相同啊 但是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怎么样不同呢 大小不同 巧桌不同 这个大小巧桌 下文解释啊 下文里面就是分别了 别是意义 就是分别说出这个 大小巧桌的这个不同的道理 意就是不同 不干块 他这个不同的道理 下文就加以解释 就是先解释小桌 然后解释大小 这分成两段 第一是小桌 那么下面三行多的文字啊 就是解释这个 小桌 这两种 藏 是界内教 藏是界内小桌 藏教啊 它是属于三界内的教道当中 注重在小圣法 是桌 是桌 它的修法呀 很笨桌 属于小 又属于桌 既然三圣都有 为什么说它是小呢 记得吧 讲藏教的时候 我的第一句话就说 藏教啊 它是正化二圣 旁化菩萨 你能把这句话记好 藏教 它的根本目标是为二圣人 旁间教化最顿根菩萨 里面虽然有三圣根心啊 它的目标是对小圣讲的 所以它主要是在小圣 通教虽然有三圣啊 它是主要在大圣 所以通教啊 叫做正化菩萨 旁化二圣 虽然有三圣啊 圣文元决是旁间的 不是它的主要 主要是度菩萨 所以这是大小不同 那么因此 藏教是完全是属于小伐的 主要的目标 度小圣根性人 所以叫做小 而它的修法呀 比较笨拙 细空观啊 细空观就是比较拙烈 慢慢分析 一样一样分开来 最后才知道它是空 这个叫做拙 那么下文就解释说 不同于大 顾小 细色入空 顾拙 因为这个声闻人啊 如果是定性声闻 只是到了欧罗汉 彼此佛的结尾而已 他不能啊 直接通到大圣 所以不通以大 藏教 只是在本位上 是小圣的 古的声闻 欧罗汉 圆诀 彼此佛 这是它的目标 不可能在这个声闻圆诀里通到大圣 所以叫做不通以大 因此之故 站在藏教的立场啊 它完全是属于小圣 而它的修法力 修空观呢 要吸色入空 分析 色法呀 一样一样分开来 比如说这个人生 它又把地水火 封分开来 所有万物 一一把这个原料 一一分开来 最后不口的 才知道它是空 这个叫做细色入空 把这个声闻一一分开来 分开最后 才知道 这不口的是空的 它不能体罚入空 所以叫做做 比起这个通教来 它就做的多了 此教三人 虽当教内有上中下 由上中下义 望通三人 则一盖顿根 故须西魄也 持教 持藏教 藏教的三圣根性之人 这个三人 不是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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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人 就是指三圣根性 三圣根性之人 升温元界菩萨 这个藏教里面的 三圣根性之人 虽然越他当教来论 也有上中下的根性 就是说 声闻是下根 原觉中根 菩萨上根 虽然有上中下根性的不同 意就是不同了 望通三人 这一盖顿根 对着通教的三种人 这个三人也是三圣根性 对通教的 声闻元界菩萨的三圣根性的人 来对一下 那么 藏教的三人 通通都是顿根 藏教的三圣根性 通通是顿根 对通教来说 通教三人通通是利根 这就是利根不同 因此之故需要分析 需要破解 C是分析 破就是解 破解 第一分析 分开来 使你了解 这个藏教跟通教 既然是由上面所说的 这许多的通 为什么又分别为两个教呢 因为有这些不同的地方 这就是完全在藏教的 本分上 它是 完全是属于小法 注重在小 正化二圣 旁间教法菩萨 他的教导 对修空观来很笨 要慢慢的分析 最后才能入空 所以叫做 很拙劣 那么必定要这样子 慢慢分析 才知道空 如果不这样分析 破解的话 他不知道空 因此之故 对通教来比对起来 他相差很远 就不如通教 因此之故 这是单月藏教 论他的这个 是小是说的道理 这是 是小说 下面是是大桥 好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口 我会触断 为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员追求世界上的称极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四辆 被一只巨蟒打完 今天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游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佛教慈悲至业 曼苏势力中心 劝发菩提心文 招生通启 此菩提心 诸善中亡 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 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 原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 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 发起正确的菩提心 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 每日我们饮食三餐 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 我们有按三餐私食吗 进入由净途中第十一主 行安大师为我们悲期之意 听闻读诵者五不落泪 修净途法门的行者 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 让我们在五着而时中 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 转成静善的光阔 与法相应 与佛同行 课程内容 行安大师 劝发菩提心文 课授讲者 心普法师 上课时间周六上午9点半至11点半 上课日期 7月8日 7月15日 7月22日 7月29日 8月12日 8月26日 9月2日 9月16日 9月23日 9月30日 共10堂课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 三段99下 石农2号1楼 报名电话 022631-0619 022631-0619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 大德为重病者 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 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2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当你宇宙处折了 宇宙不悦不如一事了 你回光返照一下 看看你今生做些什么 检查一下 说我今生没错呀 没做活事 那检查检查前生 你现在所受的 是你前生所做的 你现在所做的 是你未来所受的 绝对不会错 这是佛说的 怎么怎么撤厌它呢 有些人 一学 学那个 他学什么 会什么 一学就会 会尔能经 他得到这个世界好处了 你学了好多年 不坏 有些孩子读书 读不进去 过去他很少读书 他没有这个 有人做善事 做不尽去 你的前生 没有这个业员 你有什么烟 结什么果 我想这个 大家都相信吗 你种 你种的是稻米 想结黄豆 办得到吗 黄豆才能结黄豆 从稻子就结稻子 你种什么烟 得什么果 这个你空一看 每个人 每个行为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有些人一生 创业 做不成 有些人 他能做得成 为什么 他有这个因 懂得这个道理了 你想求富贵 或者想求长寿 或者想求家庭 和美 想求一些灾害 没有 有个事情 大家可以政治了解 凡是灾害 灾祸 大灾 大难 你看看 信佛弟子 有好多 因为我跟台湾 以前 从九零年 我跟红绝发生了两样 每年 大概都到台湾 转一转 最近五年没有了 最近我在那个 我的小花就没来了 我台湾信佛的地址到 本来看见发生灾难的 没有 但是经常发生台风 台风发生 迷失流啊 有些灾祸啊 去调查调查 看看信佛的弟子有好多 没有 甚至于很少很少 每次 我虽然人在大陆 在五台三 出来这个水灾了 你是有灾祸啊 我都打电话 给我弟子问一下 我三宝弟子多不多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假使这个灾坏 三宝弟子没有 那就说我们的佛法 渐渐能行上 如果有佛的弟子 佛法就不行了 信佛的 他受那个难 但是有个问题啊 有个问题啊 有个什么问题呢 真信 假信 现在我们的四宗弟子 比修比修您 又不散又不一 如果是真信 信而去行 信了不行 第一步 得好要去做呀 说到信了 我们解释 解释到信了 人家信 什么样算是真信佛的 什么假信佛的 假信佛我们叫他 假善人 表面上做的是善事 心里头可不是善事 这一时你看不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 就看得出来了 历史上这种故事很多 汉朝的王满 王满学 周朝的周公 周公但呢 辅助他 辅助他 辅助到皇帝 进行正义 而是王满学周公 学得很像 学得很像跟周公一样 但是后来他传位 古来有这首诗吧 周公吐沃勤劳日 王满千功下子时 假使当年神辩所一生真为有谁知啊 这就给假善人写照 对 看俩人做的都像像 到最后结果不一样了 说有很多人 标榜是三人 心地并不散 佛教是讲 从你心地而起 因此就说我们信佛 真心 假信 有条件的呀 不是我们自己说说就算了的 真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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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首先从你自己起 我们经常说 问道友 有信心 没有 我们把这个 问的 问话 心里想解释 错了 说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信不 不是向外 是向内 相信不这心什么呢 是佛 有信心没有 说你相信不相信 你自己信 是佛 这个得学大乘教义的啊 说佛性 人人都有佛性 不但人 乃至一个蚂蚁 一个蚂蚁 苍蚁 都有佛性 但是堕落了 迷了 但是你信佛之后 先让你信你自己的心 是先是佛 是先能够成佛 不是向外求 成佛牧之后 我就不及了 你认为 是 是 是 我 别是 我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